我來講講你們發展期間有什麼趨勢發生過 為什麼趨勢? 我告訴你什麼趨勢? 其實趨勢就不是超級無敵多的 是比較辛苦的東西 做得那麼好 我覺得比較有趣就是 可能看節目都會知道 剛剛也說了我們是急跑 其實我們一個月就會有一次的團聯會邀請嘉賓 來跟我們一起做一個大團 但我們每一次都是有病 好像直到我們真的跑42.195的時候才齊過人一次 對 我們終極長跑也是有人缺席了 我有試過明明其實是沒有病沒事的 跑之前凌晨3點就發燒了 就是很邪惡 我也是凌晨4點腸胃炎 我懷疑我們是改錯了一個名字 我也說的 你跟病相級的 你不可以這樣改這個名字 我們要把它成為疾風疾風疾風 因為我們那時候是那個字 對 這個疾字真的覺得不太好 我們的意見太深密 不如我們以後不要說中文 叫real run 我們叫real run 很難讀這個字 還有一個趣事就是 我們每一次的拍攝 就是跑那個公里 都是真的跑那麼多 不是剪接效果 就是跑完之後 我們跑完了 不是我們真的是real run 是劍跑的 劍跑的 這個也要說一說 還有製作組跟我們一起跑 我覺得這件事才是 劍 對 對 他們拿著go pro 從初初是在後面 到現在他們可以在前面拍到我們的樣貌 非常厲害 我們有時候會在運動場上做一些訓練 很搞笑 他們高譜好像接力 就是跑完一個圈頂不住 接給下一個 就跟我們跑 所以其實他們很多幕後工作人員 都已經強了很多 非常健康 現在大家都 帶動了去跑步 有啊 他們有些人要跑 接下來是星期五 其實我們星期五這個 大家一起跑 反而是 crew 去建議 不如大家一起讓公司的人都可以 一起健康一點 所以我們就有這個活動的產生 是的 魯珊 我是 哇 我也很想跟魯珊跑步 魯珊一起跑步 魯珊一起跑步 你們跑步 Yan 是不是也敢賣大表哥 還是你們去跑外部 我看你們差不多一樣的 是否有些大事要發生 所以他就要減肥 是的 我想我也有少少影響到他 因為他以前是一個 我們都可能有空跑一下 但是他一定是晚上跑 和跑跑步機的人 是的 可能我每一早就 嘗試去吵醒他 陪我跑啊陪我跑啊 每一早六點鐘 然後他現在就真的 早上六點多 我們就會出去跑步 很好啊這個活動 好啊 平均一個小時 是的 因為其實減肥不需要跑太久 所以就是大概40至60分鐘 是的 有時候 有成績會力敢去三三五 都可以的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哈哈 哈哈 那我真的不知道 那兩位呢 會不會有些追求者想約你 追求者 那現在很難追到我了 哈哈 哇 很長啊 夠快才行的 或者那個摘偶要求 會變成一定要做運動 而且如果一起跑步會開心一點 好像大表哥跟你一樣 嘩一起跑 你都不知道我逼了多久 你明白嗎 現在大家一起身體健康 但你逼到真的很好 你怎樣逼 對不起 逼不到的 是 只不過因為我的習慣是 就是他見到 你早上其實已經可以做完 他認為是最辛苦的事 其實打後去做的事 就已經不再辛苦了 是 他沒有跟我討論過這件事 他沒有正面賺過我 所以我不太清晰 不是 他有賺我的 他說你真的很厲害 我一定跑不了 因為他經常都有一個概念 就是說 10K以後的K數 全部都應該是坐車的 就是他很清晰的 哦 他說跑多過10K 其實大家應該坐車的 但是呢 跑10K是非常健康 也建議大家所有人 都應該要 慢慢向這個10K進發的 不會不會 但是我有說 不如 不如 下年一起跑10K渣打 因為今年也是我第一次跑渣打 是 我第一次跑渣打 其實這次 我們三個今年都會一起跑渣打 你們的操練情況 挺好 21號 昨天天天練完 我和Pony就跑半馬 其實我整晚回來之後 我的腳是有點受傷的 因為前陣子在家綿 我又跑了10K 又可能太扯 因為做了一個 自己個人成績最快 所以腳其實現在都處於傷的狀況 我還在休腳 但是我應該會明天開始跑 因為快到了 現在1號 兩個禮拜後跑 我也是剛剛復跑 你是跑多少 我是跑10K 因為我三月會跑明古屋 所以我就不希望三個全馬 繞在一起 因為始終全馬都是一個 是一個體格的挑戰 所以10K就是當作鬆腳去完成 我希望也是跑到PB出來的 你怕不怕你們的熄滅那個趨勢會影響到 就是3點或者4點 是0302 打燒和爬 喂! 踢出來 不行! 不要不要 不要 還有我希望今次不要失眠 很煩 真的想打暈自己 不會啦 你半馬而已 這次我報這個鎖馬 我也是想感受一下香港的氣氛 因為我從來都沒有參加過鎖馬 所以我就想感受氣氛 都是打算鬆一下腳去完成 還有我們沒有記錄的 但是香港的鎖馬是不容易跑的 所以如果你打算鬆腳就不… 因為香港的濕度很多 因為我們是第一次跑 所以一定是PB 所以一定是PB 你就不是啦 我應該OK的 我OK的 應該10K可以快 上次天水為56分鐘 一定可以 我覺得一定可以 但是你南口開啟宿 不可以幫你打電話嗎? Whats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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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些照片 你倆也有錯的 對 其實我現在每個星期都在看你的照片 暫時我的進展是良好的 但是我要做多很多回復的事情 就是每一次我跑完 可能我最初跑了30分鐘 我已經腳痛 就是我剛才講的走路也很痛 是的 我必須要去看醫生 我一邊醫一邊 慢慢恢復我的練習 現在很好 我現在跑到一個小時了 我的腳是沒有痛 但是也保持著做物理治療 我也保持著做物理治療 不過我覺得很多時候 都是心理上有影響一般 可能你會很擔心跑不到跑到時 我的腳就會痛一些 例如我跑了廚房之前 還有現在其實我也有一個痛 是走路也會痛 的時候我就會害怕 越害怕就會越痛 所以個人放鬆一點就會好一點 但是我覺得現在的 我們的日常生活 已經是跑步 加上做物理治療 已經是很多運動員的生活 其實我們真的是很多運動員 其實我們真的是很多運動員 其實我們是ViuTV員工 是的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鐘